台鱼圈音乐人马赵俊的遗孀 灵堂上的一把心酸泪 不仅吊咽了王夫 而且还征服了马赵俊的好友 为了他的这把心酸泪 付出了抛弃弃子的代价 而这个男人 曾经无人不知 他就是台鱼圈老牌艺人汤志伟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汤志伟的故事 汤志伟是很多古早台剧里的小帅哥 他是追七三人行大运里的老二 也是家有先妻里那个帅帅的小伙子 曹猛唱宏大江南北的失恋阵线联盟 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 当年这部剧有多火呢 想必很多七零八零后 还记得当年万人空巷的盛况吧 想当年旋律一响 此剧必追 而汤志伟的脸 也是凭借这两部剧的热度 被观众记住的 汤志伟之所以能进娱乐圈 他要感谢的不是别人 正是爱哭鼻子的汤妈妈 汤志伟于1957年出生 汤家在台湾算得上中产阶层 汤爸爸负责赚钱养家 汤妈妈负责貌美如花 生个儿子负责聪明淘气 汤妈妈是琼瑶剧的忠实剧米粉 只要是琼瑶剧 汤妈妈一定追到大结局 而且每次追剧 都会被剧里的催泪弹一击而中 家里的纸巾消耗量大的惊人 1966年正是琼瑶言情剧 席卷台湾的鼎盛时期 彼时电视台正热播烟雨萌萌 汤妈妈一边看剧 一边扯纸巾擦眼泪 汤志伟跟父亲一样 最受不了女人掉眼泪 她一脸憎恶地看着电视机 气呼呼地问道 妈妈 电视里的这个女人是谁呀 汤妈妈一脸崇拜地回应 她叫龟亚雷 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演员 汤志伟气鼓鼓地说道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好 她把妈妈惹哭了 以后我也要当演员 直言让妈妈笑得戏 或许 彼时的汤妈妈 以为儿子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没想到 儿子不仅是这么想的 甚至付诸了行动 没过多久 汤妈妈惊奇地发现 汤志伟经常模仿电视机里的演员演戏 而且模仿得唯妙唯笑 有板有眼的样子 格外认真 不仅如此 汤志伟最喜欢模仿那些喜剧演员的戏 经常逗得全家人捧腹大笑 既然儿子已经为自己的将来做了选择 汤家二老决定顺利天意 1969年 汤家夫妇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 在电视台给儿子争取到了参加小主持人竞选的机会 那一年 汤志伟凭借挥谐搞笑的演讲风格 天真可爱的童趣台风 战胜了数百名竞争者 征服了评委 成功获得少儿频道小主持人资格 作为青春幼苗及儿童新生这两档节目的小主持人 那一年的汤志伟也不过才12岁而已 童新出道及巅峰 凭借在综艺圈里的锋芒毕露 汤志伟很快吸引到演艺圈里各位导演的注意 彼时台语圈正缺少或演戏的儿童演员 而汤志伟的出现恰逢其实 当别的小朋友过着学校跟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时 汤志伟则奔波于学校 家 片场 电视台 忙得团团转了 一年之内 他演了两部电影 五部电视剧 就算是跑龙套 他都比一般的成年人还要忙 童新出道 一路开挂 待到长大成人时 汤志伟已经是一个年龄虽小 自立却很深的老西谷了 早期影视剧 比较出名的有七色桥 东南西北风 天伦乐 烟水寒 孔子传 后期代表作 分别有海鸥飞处彩云飞 金生无悔 金城四少 四千斤等等 再后来 汤志伟将事业转到内地 2018年 参演电影云南重谷 虽然一张老脸 被岁月催残的让观众很难辨认 但是宝刀不老的好演技 依旧很抗大 2021年的时候 汤志伟还搭档了演技同样不俗的内地演员任重 才演电视剧逆局 然而 才华跟人品之间 并不是以等号连接的 老戏谷也曾一度将戏里的演技 延伸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仙衣木马之时 年轻有为的汤志伟 在子欧方面 相当精明 在众多选项中 挑选了一个上德厅堂 入得厨房的好姑娘做媳妇 最重要的是 汤志伟看中了这个姑娘的特别之处 就是她的善良跟毫无心机 黄秦陵 不仅依着人心 而且在经商方面 很有章法 1994年10月25日 汤家名媒正娶 将新妇黄秦陵迎娶入门 没过多久 黄秦陵就为汤家 诞下第三代嫡长孙 汤爸汤妈顺利升级为爷爷奶奶 竟想天伦之了 黄秦陵除了照顾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 还帮助老公打理生意 原来 90年代末 港台剧日剑士威 很多演员要么下海经商 要么到魅鱼发展 汤志伟也提前准备了退路 涉足商业 对于汤太太尽心竭力的辅助 彼时的汤志伟 无疑是很满意的 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 夸赞自家媳妇 声称自己真是好福气 娶了这样一位体贴周到的好姑娘 众所周知 若是一个老板经常夸赞员工能干 那员工自然会更加努力积极 而且对于老板的信任根气中 自然是投桃报李 只不过 这位汤太太 虽然在经商方面略有天赋 只可惜 在剑帽变色方面 千房万房 就是没有防着枕边人 事实上 不是汤太太很傻很天真 毕竟汤太太不是演员出身 论演戏跟演技 她根本不是汤先生的对手 不仅如此 越能干的女人越要强 而越要强的女人 身上的女人味儿跟撒娇卖萌妆可怜的手段 也就越少 在这一点上 汤太太跟另一个女人相比 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 而这个女人 就是马赵俊的遗孙 郭美玉 2007年3月23日 台湾著名音乐人马赵俊 因心脏病突发 促然离世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郭美玉措手不及 灵堂上 郭美玉抱住刚刚为马家 生下不久的三女儿 哭得肝肠寸断 让前来祭奠的亲朋好友都不经为之动容 这其中就包括前来吊咽的汤志伟 作为马赵俊生前最铁的哥马 汤志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 照顾马家孤儿寡母的责任 然而 自幼看部的女人哭的汤志伟 对女人的眼泪没有任何免疫力 童年时 对待妈妈的眼泪如此 彼时对待郭美玉的眼泪 亦是如此 心太软的男人最无情 这话的戏片 因为心软这件事 用在自家婆娘身上 没毛病 用在别人家遗孀身上 是不是不太得体啊 一个女人 独自拉扯三个年幼的孩子 多少无助跟心酸 几乎根本无需表演 因为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难题 除了求助王夫的生前好友 郭美玉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最初的时候 同为女人的黄秦玲 对郭美玉的同情并不少 再加上出于对老公的信任 所以郭美玉的每次求助 他都会赞同老公施以援手 然而 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情 却向着奇怪的方向急驰而去 汤志伟先是以生意不顺为由 收回了黄秦玲掌管财务的大权 之后又提出 为了不拖累太太 防止破产危机波及到家人 所以暂时办理假离婚 等他摆平了生意上的危机 然后再重婚 对于汤志伟的提议 黄秦玲不宜有诈 欣然同意 然而 没过多久 媒体的一则爆料 让黄秦玲追悔莫及 原来 台媒早已注意到汤志伟的行为有意 发现他在照顾已故好友遗孙这件事上 过于热心 而且热心地几乎越过了男女之间的分寸 据台媒跟拍到的实证显示 汤志伟出入郭美玉的住处 如同出入自家府邸一样方便 疑似已经拿到了郭家的钥匙 然而 对于媒体的爆料 汤志伟却矢口否认 声称两人只是好朋友而已 然而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却啪啪打脸汤志伟的这套戏词 就在接受媒体采访之后没多久 汤志伟跟郭美玉母女一起到太阳剧团观看演出 当时因为座位问题 郭美玉跟服务人员发生口诀之争 由于服务人员太过紧张 脱口而出称呼郭美玉为汤太太 对于这个称呼 郭美玉却面有喜色 并未纠正 而一旁的汤志伟 也没有矫正服务人员的这个小失误 也就是说 在好朋友的名义下 汤志伟跟郭美玉 已经好到以夫妻之名出入公众场合了 当台媒将此事的前因后果 在娱乐版刊登出来之后 黄秦宁才意识到自己才是最后之小真相的那个傻瓜 然而 一切都完了 汤志伟虽然不姓周 却干了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而黄秦宁也没有料到 自己一生也算月人无数 见多识广 见过骗婚的 却从未见过这样骗离的 2009年45岁的郭美玉这三个孩子 嫁给了52岁的汤志伟 两个人成为了合理合法的半路夫妻 而汤志伟从始至终 从未被媒体爆料过破产传闻 这对半路夫妻 后来将自家经营的古早蛋糕店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日子过得顺心如意 由于汤志伟在影视圈经营多年 很多老朋友都会到他家蛋糕店捧场 据说生意相当不错 除了郭美玉的三个孩子 再加上跟前妻生的那个亲生儿子 养大四个孩子的压力也确实不小 所以汤志伟遇到拍戏的机会 他都不会错过 如今汤志伟和马赵俊的遗孀周碧结婚十年 马赵俊二十四岁女儿出嫁 汤志伟也成为了岳父 他表示女儿马永帝找到好归宿 他了了一桩心愿 称马爷应该很高兴吧 汤志伟发文说道 回想这十年 这八口之家不知是如何走来 每当我软弱 信心不足时 孩子们用祷告 用眼神告诉我 爸 你可以的 所以我就继续往前走 只希望四个孩子都能健康平安地长大 虽然 我的肩膀没那么宽 心脏也没那么大磕 这都是我们的上帝阿爸父 替我们拖住一切 而今 马永帝找到好归宿 我了了一桩心愿 马爷应该很高兴吧 并恭喜女儿马永帝 恭喜你们 好事发生